哈囉 哈囉大家好 我是阿斯 好 希望我們知道的記得是什麼IG FB還有Twitch 那我們繼續後面的劇情吧 上一集是說要到秋月妍查看那些魔法的 魔法的來源 好 其實也不是刻意要來找什麼動漫的模型啊 單純只是你家裡很近而已 偶爾會去朋友介紹的女僕咖啡廳做一做 那裡的店員只能受到耕種狂的騷擾 嬰兒聲明大早 像在秋月妍啊 可是非常平衡的地方了 不時會看到電信公司的員工在街上不斷地向路人推銷 在路人另一方 則可以看到穿著女僕的店員在街上發著面子 常常可以看到的新人在大陸上漫步行走 不過現在的時間 則只能讓車子通行 無論是街上或是廣場上 充滿著各式各樣的角色扮演 這樣的話 即便卡赫穿著盔甲 也不會顯得很突兀 新五瓜走在秋月妍的路上 卻還是受到許多奇異的眼光 雖然受到奇異的眼光 不過說他特別突兀到也不至於 畢竟秋月妍的文化就是角色扮演為主流 我不知道 走在拍照啊 至於ий休 左大聲呼了他及indddob 完全看不到在家女騎士的氣勢啊 看到來往的車輛 不 Article發出啊的聲音 該不會那聲音搞到害怕吧 那..沒有這樣 我是因為奧德瓦王國的騎士壇場的 在這程度的事上就害怕了 不是那樣的話 一邊用瑞麗的眼神看著我 那比我還好 那樣的猛速度上突進的鐵的塊子 我真的上次看過了 嗯...鐵片?你是說汽車嗎? 這個是這世界的交通工具 自.. 動..車? 他帶著害怕又同時警戒的語氣 這麼說也是 如果不瞭解汽車的話 確實會覺得很像是怪物是吧 保險起見 至少先告訴他 汽車並不是什麼威脅性的東西 比較好 只要不要超出這個範圍的話 不用難行 汽車並不是想像中什麼敵人之類的 他的猜疑心也太重了吧 邊這麼想 邊向他解釋 汽車確實可能變成殺人的凶器 不過這也給看操作的方式 只要怪怪的按照規則 是不會發生什麼事故的 規則就是行人走在行人專區 汽車行駛在馬路上 卡克爾指的是高架上新駛電車 不知該直播和解釋汽車的電車不同的我 用幾句打發了他 可憐 可憐 通緝時間確實蠻辛苦的 不過也不到可憐的地步啦 我國是沒有奴隸之路啦 不過確實看上去 卡特爾點了點頭 摸著下巴思考 如果是我的話 我還是覺得轉移魔法方便多了 而且轉移魔法需要指定正確的方位坐標 如果失敗的話 在運送轉移中會被消滅的 這樣不是很危險嗎 這樣的話汽車還比較安全 就這麼決定 如果將來我有機會學到魔法的話 我絕對不要學轉移魔法 這在我這麼決定支持 卡克爾停下的腳步 怎麼了 是不是又發現奇克爾的東西 不是 魔力的反應是強了 恐懼是在這建築中的建築 啊 你說這邊嗎 卡克爾的手指是面向大忙碌的 連手二手書店 我頭先以為 還是那種小巷中出現的古董店 趕緊 趕緊跟上卡特爾的腳步 打開店門 店員充滿活力大聲的招呼 我也曾經來過幾次 這種大型的二手書店的肆虐空間 非常的狂敞 根據商品的類別 排在不同的樓層 二手書 二手遊戲 玩具 樂器等等 應有盡有 卡克爾走向二手書的區域 不是漫畫也不是輕小說 是陳鋒多潛的古書 在這種地方可以找到 回去原本世界的蛛絲馬跡 還真是你也哪裡相信啊 他拿起一本尺寸較大的書 一本與西洋美術相關的書 在我眼前就只是一本很厚重的書罷 感覺是好多年輕的書 不過只要看不出來 到底哪裡有魔力存在 是這個嗎 啊 這是 驚訝 這是魔導書 魔法使者 自身的研究和記錄 保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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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本火炸嚇得我和不起嘴了 要 要我小心 那 那我是該怎麼做 在那些慌亂之魚 卡特爾已經翻開了書 什麼事都沒有 太好了 太好了 別這樣嚇我 早點告訴我 不就好了 卡特爾的回答 我 遲疑了一下 基本上他應該不是什麼壞的 他的講完這句話後 瞬間陷入了沉默 他邊翻頁邊小聲地唸出每一個文字 這些文字對於我而言 完全無法理解 這到底是啥 當成這些圖像而已啊 這些圖像肯定 代表什麼文字吧 不是日文也不是英文 更不用說是其他國家的語言 這文字的形體 還真是我人生第一次見到 那個 你懂這些文字嗎 他用手指寧摩摩法術的文字 我瞬間感受他作文女的魅力之時 他卻不經意你說到 等等 為何塔克爾世界存在的文字 會出現在這裡 這不是要開玩笑吧 這種東西怎麼會出現在 秋葉原的二手書店中 我不覺得這本 是很久以前的書耶 真的假的 過去也有人來過啊 不過這也不是不可能 但聽到話還是不禁嚇了一跳 原來一直都有異世界的人來到這世界啊 那 那可能最後怎麼樣啊 這個書 好像快要發生大事一樣 還好嗎 卡特爾人接下來探了口氣 法力?不過在這個世界是沒有那個東西對吧 怎麼會這樣 換句話說就是沒有法力就沒有辦法使用魔法 雖然話是這麼說 不過對於卡特爾而言 在這個世界沒法用魔法就是個事實 沒有其他的方式的嗎 卡特爾難以其詞的樣子 撇開害怕其實不說 威風靈靈的卡特爾 會被你如此威蕪陸諾 讓我好奇樹山到底寫些什麼 OK這邊要選的 應該是1吧 應該是選1 我記得 攻略是這樣寫的 好選1 看起來難以其實的話 還是不要刻意去打聽的好 應該是我無法想像的問題吧 就算打聽到了 也是我這樣一般的無法解決的問題 這樣的話還是換個話題好了 無法書上有寫些什麼嗎 對啊 對 幾乎都是日記的 日…日記 對 這書記錄了魔法使用的東西 看起來的記錄 還在這世界裡的記錄 這該不會是什麼重要的資料吧 這麼說吧 萬年前的日記 那原本對於歷史沒有興趣的 我也想去了解 大約15年 在這世界裡 連這種事都有記錄啊 嗯說的也是 如果有機會的話 我也不是頭腦特別好的那種人 要記得這種奇妙的字 不曉得要畫上多少年 有些奇妙的製作方法 有些奇妙的藥草 集中的奇妙的藥草 集中的其他材料 和其他材料 一起睡覺 魔法藥 在一般的遊戲當中 草藥 都是那種恢復自己生命裡的東西 實際的草藥又是什麼味道呢 這樣能夠小處疲勞 不曉得是不是和人樣飲料一樣的味道 這個魔法藥 我也曾經一度嘴巴 他眼著自己的嘴巴 就是要停止嘔吐 就是要停止嘔吐 他眼著自己的嘴巴 就是要停止嘔吐 應該是味道很噁心吧 應該是味道很噁心吧 卡克的草草 你結束了會對話 感覺要回去的路困難重重啊 我看得出來 卡克想要早點回到自己的國家 不過現在雖然他 可不願意去嘗試那種方式 看起來好像是沒有更好的解決方法 一定可以找到其他方法的 啊 這樣會不會被責任 困難 Diablo 還沒能夠討伐 傷害了 所以我會不會動 但是 我可以回到 從他思路的語氣之中 我頓時說不出任何一句話 他在身上背負著 事實上許多人命吧 相反的 住在日本的我 雖然無法想像那個世界的生態 不過我非常地確定 他背負的重大責任 首先要回到貴君的房間 本格的調查 是那時候 卡克說著 並把魔法書準備帶回家 等 等等 我 我荒漫的 叫做卡特 不想他 不想他就這樣被當做小偷 萬一被當做小偷 對於這個世界不熟悉的他 會不會拿出什麼獵人精 震驚的答案也是不曉得 路真的變成那樣 跳到黃河也洗不清啊 雖然這球眼角色扮演是沒有問題 不過手上那把劍 可是違反槍炮刀線條例啊 我在短短7秒 明顯到任何有可能發生的情節 趕緊從他身上奪走魔法書 錢 你還沒付錢 往說你 躺在那邊你看 有個男性店員 朝向我們這邊看 手上男的電話 應該是等到我們藝術店門 就要通報警察吧 什麼事啊 這個世界的書物庫 是 增幻借時 費用的發生嗎 書庫 這可是書店 沒有付錢 不可以拿走東西 可是犯罪啊 卡克似乎受到不小的打擊 他的雙腿一軟 便在書店跪了下來 從他的反應來看 真的世界中 應該是沒有金錢交易的文化吧 所謂的書庫 應該就像圖書館那樣吧 也就是可以米費借書的地方 原來那個世界也是有啊 什麼事啊 知不知道 只是未稅 千萬未稅啊 還不構成放出一點條件 這麼做到事 這麼做到事 這樣的話 那也有 那也只能由我買下來了 這麼做多少錢啊 竟然是二手書 應該不會太貴 不過我還是放到背面看一下不要講 哇靠 你看到不要講不小心鎖出口 我只看到這五位數 19980 是不是位數搞錯啦 不是1980 我是接近兩萬元 以現在的打工來算 我該工作幾個小時呢 卡克看到我臉色發氣 似乎很擔心的樣子 吵著我看 是蠻貴的 不過若是真的魔法書 要能幫助卡特火料原本的世界的話 沒有關係 我先去結帳 正想著我不亂站斗的雙手 走去收銀台 不論口袋只有數千元而已 還好幹過發行日 身上有兩萬多一點 這個月不得 不得不好好節省啊 腦中不斷盤算著銀行的存款金額 還有生活費的開銷 只有自己的話 可以將伙食降到最低 不過現在可是和卡克一起生活啊 一起那家裡開銷 我的胃都開始痛得起來 不過這也是沒辦法的事 不得不增加打工的時間啊 如果真的還是不行的話 只能也請他去打工了 當我正在思考的時候 已經解放戰了 兩個人不放於走回家的途中 卡特開了口 怎麼了嗎 這麼突然 我也沒有要你回報些什麼啦 收到這個 恩給你 我把手上裝的魔法術的紙袋 交給塔克爾 塔克爾頓時露出愧疚的表情 連這種小事都關他心上的人 肯定是個很震驚的人 我也很厚 我剛剛無意間做出脫協的心外 其實在一方面 可是要求很嚴格的 沒有關係啦 我是出自於自己習慣才這麼做的 我...我知道了 那就進行所能就好了 說實在 我無法想像他在這個世界裡工作的樣子 我...我知道了 那就進行所能就好了 說實在的 我無法想像他在這個世界裡工作的樣子 我無法找到這世界裡 我無法找到工作 我無法找到騎士的経験 我無法找到騎士的経験 但... 有哪些地方 我想像過遠的騎士經驗的人啊 就在我思考的時候 座位傳來一陣騷動 看到一部汽車 從遠方朝向我們衝人過來 這...這是... 什麼 自動車暴露了 即使從他人行到 速度也沒有因此減緩 還好上有一段距離 幸運的避開了 看起來應該是酒家或打瞌睡吧 無論是哪個原因 結論都是在帶給別人麻煩啊 雖然我們身處的地方安全沒事 但是往卡克的手指的方向一看 一個女孩 和一個像媽媽的人 正面的... 面對汽車行駛的方向 這不是在跟我開玩笑吧 真的不可能沒問題啊 不知道是我太害怕 還是腦子太悟亂 我頓時雨色了 那輛車完全沒有煞車的跡象 載個數秒 那頓舞女...舞女... 可是會被那輛車給撞飛了 可...可惡... 防射性的我踏出第一步 我有沒有特別去思考什麼 單純的只想幫助人的念頭而已 可以確認卡克在我身後 距離我相當遠的地方 我已經沒有回應她的時間了 我成功將那一對... 魔女... 即將被撞飛的魔女 轉到我一看 哈哈... 眼前都不扯 男生都這樣了 之後完全沒有任何記憶 好...好痛... 我的醫生完全恢復了 欸...我...我不是死了嗎 結果我發現... 正常的... 鎮住在地上 全身一陣痛 不過沒什麼大礙 對了... 那那魔女呢 我...我竟然沒事... 明明已經無法避開的距離了... 對... 所以我已經被處理了 卡克的邊說 邊讓我看她身後的場景 那指的方向... 停著... 一輛半毀的汽車 現在她到底說些什麼 這難道是她做的 Diablo的尻尾的打捏到時候的痛 比以後 蝦被刺到的狀態 那也不是... 一般人不可忍的衝擊 任何的訓練都積在到的 杏肯 也可能... 可能肌肉的肌肉 這件不太好 我... 確實是這樣沒錯 不過她很一點吃驚啊 這個人果然是來自不同的世界 她果然不是這個世界了 這一點都讓我重新見識了 這次同時我發誓我 我覺得不可以惹他生氣 所以絕對要小心啊 我的命就像一隻小螞蟻 轻易地被大象一腳粉碎 哈哈 那你看到我丟臉的一面 表克可向我伸出手 謝謝 他一邊微笑 一邊縮著 好 我們看一下這個完整的戲劇圖 好繼續吧 卡克讓我微笑 我還是第一次看到 我看上他命人的表情 看他露迷 卻忘記了伸手 讓他拉我起來 沒什麼 伸手揉揉他的手 他向後傾 幫我拉了起來 我再度確定周圍的狀況 那樣車已經省了廢鐵 駕駛人也只有受到輕傷 那對母女也平安無事 其他人也沒有受傷 太好了 你 你說誤會嗎 你 你是說誤會嗎 正直的地方 只是貧弱的男人 你 你怎麼說 你怎麼說太誇張了啦 我只是想都沒有想救 是這樣子啊 是這樣子啊 他這麼說是沒出啦 雖然也不是刻意 但不知學就會用尊敬的語氣 和卡特克的對話 像是的時候 他讓人印象深刻 一下子被箭 架到脖子上 論誰都會用尊敬語吧 你怎麼說也對 之後還有很多事要拜託你呢 卡特爾 怎麼會有一種很尷尬的氣氛啊 就像是中學 跟童年姐的女生告白一樣 按了面紅耳刺的 那個時候還被打槍 自己躲在床上默默地流淚 就在我們兩個對話的時候 周圍聚集了許多人 卡特克太醒悟了 欸那個 那個穿著騎士中的女生呢 脫手停下那部車欸 啊 這根本不可能的事啊 我不太做夢吧 啊 真的真的 我親眼看到了 繼續打下去就糟糕了 在還沒成為一趟稍兜之前 趕緊離開 卡特克 這邊這邊 我們回家吧 在河內的母女照顧之後 我們避開人群 裝進邱鵝遠的小巷之中 成功地避開邱鵝遠的騷動 回到家的我們 把魔法書寫的內容 中文到尾看了一遍 雖然知道一次遠的轉移方法 但是乎沒有魔力 是無法發動魔法的樣子 因此首先 必須得找到魔力的方法 這次又怎麼了 放在魔法書的數小時之間 我是不是聽到她說的這句話 恩...應該是不想讓人家知道自己做她的方式吧 我根本沒有理解 我根本沒有理解 我又沒有時間 卡特從方開說的那時刻 那刻開始 大致上就維持這樣的模式 從師父上往去製作 甚至抱怨附近鄰居的內心 連OS都被加密 四...四百年 四百年 換句話說 也就是所謂的武士時代 就是江戶時代 從這麼以前留下來的樹 我也跟著像新書一樣 太有點驚訝了 她是不是有說過 這是經過魔法保護 穿著防止她立化 我要重新見識到魔法帶來的便利了 不具備魔法素養 就不能使用魔法這件事 讓我感到有點額外 誰這麼說的 已經還要原本的世界了 對吧 那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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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以為是在別人的遺憾 我以為是在一人旅行 旅行 這樣啊 無論多想回到原本的世界 現實層面來看也太過殘酷了 對於小孩子而已 等到還是失去傷親啊 我才沒有擔心耶 我才沒有擔心耶 但面被這麼一說 不是覺得害羞的起來 這本魔法書能夠得到的訊息 似乎也就這麼一點 還有塔克爾不願透露得到魔力的方式 也寫在書上的樣子 還有沒有其他的方式啊 畢竟這本魔法書也是一下子 就透過魔力偵測就找到的說 沒有魔力偵測 除了魔力偵測 沒有其他人 為了魔力偵測 對魔力偵測 無論多想要 怪物 這魔法那個樣子突然出現 讓我不禁笑了一跳 魔法魔力 一世界的代名詞 一定夠讓我感到真驚了 他覺得有魔力偵測 這次魔力偵測 已經讓我感到真驚了 我以為有魔力偵測 我以為會有魔力偵測 我以為是無縁 我以為是無縁 塔克爾說完這句話後 嘆了一口氣 討伐怪物是嗎 天前就像遊戲中的設定一般 對於塔克爾而言 這可是必須要面對的事實 而非王笑話 在這個世界裡 並不存在什麼怪物 至少不會出現 什麼聚集魔力餘生的怪物之類的 從哪兒沒有聽過 奇形怪狀的怪物出現 怪物的討伐是騎士團的手 冒険者和傭兵的手 借人也不必須要借 這也不必須要在我 能夠提供協助 難道不是一件好事嗎 他們沒有信念 我沒有信用的錢 我沒有信用 凱克頓止殺氣 上氣不接下氣 你不讓人咳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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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沒有信用的 你也有信用的 你不讓人咳嗽 但是 我沒有信用的 我沒有信用的 你不讓人咳嗽 你不用特別去記掉這一點 雖然我個人覺得 是這個想法有點固執 每個人這樣立場都不一樣嘛 畢竟塔克爾也是身為團團的身份 姑娘有自己考慮一點點 卡特爾現在幾歲呢 如果可以抓到團長的話 外表看起來還太年輕了 直接問女生的年紀啊 好像有點思理 我已經打聽看看好了 誒 卡特爾在幾歲 當上騎士團長啊 簡直是完美的問句啊 這樣自然就能就能確認年紀 也會造成她的反感 果然跟想像中的你一樣 卡特爾不曉得思索地一起回答 團長成了十五歲 十 十五歲 驚訝的也無法驚訝 史上最年少的騎士團長 也成為話題 卡特爾帶著自豪的語氣 好年輕 不如說是太靈幽了吧 十五歲 也就是中學生的年紀吧 肯定是因為能力好吧 那邊曾經是回憶是 喔 原來是這麼回事 不知道該回答什麼的我 歪著頭 我都以家族还是写骂相扯 完全没有任何概念 虽然会顾着每隔一段时间去扫墓 不过也是一种形式罢了 不是 并不是这样 有很多人也是非常注重自己的祖先 或是家族传承的 塔克好像缓然大悟了 简直头 从塔克的防疫来看 他并不像是认为自己是一个异类 只是对价值观的不同 有点感到惊讶 卡特和我不一样 你可是把家族似看得很重的啊 听完这句话 我的脑中出现小小的疑问 但是为什么选择卡特 普通骑士不都是男生在做个工作吗 而能说那个世界中 选择女性当骑士是理所当然的事 也不會結婚什麼的事嗎 卡特認真談話的神情 任務定想睡了 在這個時代裡如果說這種話的話 可能會造成不小的話題 這並非我不在家族還是祖先什麼的 純粹是現代的人抱著不同的價值觀而已 卡特這樣真的好嗎 沒什麼只要塔克覺得好就好 原來活著的意義背後抱著是這樣的思考方式 原本就處不同世界 我也不好再多說些什麼 我也從沒事搞過是不是結婚 就等同於人生美滿 要不你先去梳洗泡澡吧 卡特的情緒瞬間高漲了起來 應該是一樣的吧 我即使沖澡也可以 卡特的眼神閃閃發光 看了除了泡澡之外 沒有其他的選項 怪了 我是什麼時候睡著的 我好像都不知不覺的情況下睡著的樣子 絕對雙痛的我 肯定是剛才直接睡在地板上 卡特洗完澡 然後換我去洗 之後看一下魔法書 換句話說 就是不小心打瞌睡了 我平時 是個不會熬夜的人 一直都有精神幫忙的我 很少會像這樣打瞌睡 如果是生存睡眠就好了 唉 心裡這麼想準備起床的時候 這 這是 玻璃破碎的聲音 該不會是有小偷入侵吧 如果真的是這樣的齁 卡特應該有所反應才對阿 對象是佳犬會保護家裡一樣 這樣說雖然有點不妥 不過卡特是會 不 卡特是會寬容小偷的人 唉 為什麼是寬容 床上也不見卡特的衝擊 也就是說 這床的另一射 卡特當時候拿著劍 也是鐵劍的站在廚房 站在腳面 周圍 上不著玻璃的碎片 我大概知道發生什麼事了 是不是要練習揮劍 卡特似乎在猶豫著 該不該說出口 等等 你在那邊 不准給我動任何一步 我不是這個意思 你現在講的不是有這些玻璃碎片嗎 萬一吃到腳就不好了 卡特的地下頭 表示歉意 反正玻璃碎 也是在百元商店買來的東西 就算破了 也不會心疼 我拿著打掃用具 把地上的玻璃掃進這個飾桶 好了 掃完了 不過你為何在這麼小打的地方揮劍 下眼罩這樣會很容易打破東西的 這個理由也太奇怪了吧 我的意思是說 為何要在房子裡揮劍 你哪有這麼簡單 就能恢復傷口的啊 沒有 真正的 沒有傷 因為木君的措施 康復的速度不可能那麼快啊 我也只有幫他消毒和包殺傷口而已 傷口確實不深 但也不是一兩天 就很完全康復的程度啊 難道說 康復的速度和這個事件完全不一樣 還是說 說到神的加持 好了好了 我知道你傷口已經恢復了 不過在家會見可是不行的 等一下 那好像也不太好 穿成一層盔甲的女生在外面行劍術 口貓造成更大的騷動 這個是違反 槍炮刀系條例的啊 但是 身體不動 就不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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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說想很多事 是指 回到原本世界這件事吧 想想想 想想 如果 騎士団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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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一邊 從他暗暗的臉色上來看 不只有這個問題 什麼 那些暴流 Diablo 他 也有打擊 但 可能 他還在那裡 生存 在那裡 如果 痊癒 一定會再次回應 這樣 我 國 是 這次卡克最擔心的事吧 這是卡克最擔心的事吧 抱著 想要所謂有國家的他 肯定不能在這個世界待太久了 但是 以現場狀況來看 下擔心也是沒用的 更別說要觸犯這個世界的法律 連要找機會回去都變得不可能 我懂你的心情 但不論在家 或是在外面 列起劍術都不行 我沒有說要摸獸你的劍 卡克放下心 看著我 我有一個好主意 是一個卡克可以自由揮劍的地方 真的嗎 嗯 我先扭入看看 如果OK的話 我們就一起去吧 OK 我帶卡克來到劍道場 今天原本是休息的日子 我就會拜託道場的師傅 讓我們使用 雖然說不是特別寬敞 不過對於練習來說 已經相當充裕了 在這邊的話 考克就能進行的發揮了 小時候我常常在這裡 不如說是被父母逼來的 好 我們在這邊結束這一集好了 喜歡我們的頻道 記得按下訂閱按鈕跟鈴鐺 記得追蹤我的IG LB還有追蹤 謝謝大家 這次收看 掰掰